人欲中华文明的黄河 有中国的母亲河之称 不过亦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 水患严重的河流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中国开始治理黄河中游地区 减低水涛流失 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大规模植树造林 修建工程保持水土 改善了自然生态 七十年代尾 治理重点转到生态建设 利用水利工程控制洪水 拦截泥沙以减缓河道淤塞 又通过调节经流 为下游供农业增加水源 同时提倡农业节约用水 经过近七十年的治理工程 到2020年底 黄河流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二十五万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226个香港 自1999年开始 黄河干流连续22年无断流 黄河令自然天下平 每一代的中华儿女 今后仍然需要以科学 探索黄河的水汗灾害防止工作 保荣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ntry 或许可否 可能是对我们下期应的 可能是何